这个匪徒头戴丝袜手拿尖刀 正一步步的往这个女人走来 女人不知危险将至 看到地上的脚印 以为是老公回来了 结果一关门 女人想要报警 电话线却被切断 回头一看 凶手就在眼前 这下完了 女人被连捅树刀 却还在苦苦挣扎 凶手心里有点变态 居然坐在一边看戏 等等 怎么凶手旁边还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么多人 原来刚刚发生的都是在拍戏 这个女孩叫金发妹 是剧组中的道具师 长得很漂亮 可惜是个哑巴 她拿出血带 笔画着手语 提醒演员 记得及血带 要是不挤 这场戏就搞砸了 导演是她的姐夫 想要继续开拍 片场却突然断电 原来到了下班时间 布警师赶着回家 俗话说得好 下班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 姐夫看人家是战斗民族 这要是动起手来 估计大家一起上都打不过 于是就让众人下班了 金发妹正准备回家 却忘了拿道具 她让姐夫和姐姐先走 独自一人回到了片场 不是说好的下班吗 怎么灯还亮着 难道还有人要加班吗 金发妹走近一看 这片子尺度还挺大 道具就在那边 但不敢打扰他们拍戏 只好站在一边 羞羞地看着 就在这时 男演员捆住女演员 还拿起了尖刀 金发妹发现不对劲 女演员的这个眼神 是人在极度恐慌时 才会出现的眼神 一眨眼功夫 女演员就被连捅束刀 原来这一切不是拍戏 是真的凶杀 金发妹害怕至极 刚扭头逃跑 就撞倒了架子 摄影师听到声音 连忙追了过去 金发妹躲在一边 出口就在前面 大门已被锁上 钥匙就挂在一边 趁着摄影师离开 她赶紧打碎玻璃 拿出钥匙 摄影师发现金发妹的行踪后 叫上同伙大傻一起抓人 金发妹眼见要被发现 她叼着钥匙爬到电梯井 却突然狡猾 钥匙掉到最底层 她只好顺着电缆爬到下面 在垃圾堆里不停翻找钥匙 突然一再垃圾砸了下来 是摄影师丢的 金发妹赶紧藏在垃圾堆中 摄影师听到动静叫来大傻 举着手电筒不停查看 灯光照在垃圾袋上 里面映出了一颗人头 金发妹是个哑巴 吓得都叫不出声音 等到俩凶手走后 金发妹拿上钥匙逃了出去 就在这时 大傻回来取走人头袋 正巧撞见了金发妹 金发妹连忙逃进片场 大傻打开照射灯 让摄影师去追她 金发妹跑回走廊 摄影师紧随其后 出口就在眼前 却因这场追逐变得无比遥远 金发妹终于来到门口 她打开门锁 成功逃出 但摄影师已经追上 一个推门 金发妹被撞出楼道 狠狠地摔在地上 眼见坏人就要得逞 还好姐姐及时救场 摄影师装起好人 让她去报警 但姐姐从金发妹的眼神中 看出了恐慌 她立马悟到了妹妹的求救 喊来路人报警 这才成功逃过一劫 警察来到片场 调查这两位凶手 这两人很狡猾 撒谎说是在拍戏 同伙大傻趁警察在调查 拿起尖刀 狠狠地往姐夫桶去 鲜血似箭 惨叫不断 警察立马扯开大傻 却发现姐夫相安无事 原来那是一把假刀 鲜血也不过是堆番茄酱 而这都是大傻演的一场戏 金发妹不肯善罢甘休 带着众人来到电梯警 想要找出人头戴 但人头早被换成了面具 拿去火化烧了 刚刚拍的杀人录像 也被换成演戏的胶片 警察查不出结果 只好放走凶手 等到大伙各回各家 俩凶手来到片场后门 几辆黑车随之赶到 这些人是群黑手党 专门雇人拍摄真人凶杀片 而被杀的女演员 手上有个磁带 里面是黑手党老大的犯罪证据 之前金发妹在逃跑时 把她撞落在片场里 黑手党老大便怀疑 是金发妹拿了磁带 并把她的住址交给俩凶手 让他们来处理威胁 这一下麻烦大了 金发妹回到家中 屋外门铃突然响起 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呢 她扣上门锁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没错 是凶手大傻 金发妹一番挣扎 刚把大傻推出门外 锁头却被钻开 金发妹想要打给姐姐 但她是个哑巴 说不了话 怎么办 打开窗帘求救 平时偷窥自己的变态 现在却走了神 很快大门就被攻破 大傻一个飞扑 抓住了金发妹 她也不认怂 端起花瓶 对着大傻脑袋精准打击 她躲进浴室 大门却被一拳砸开 大傻想要来手野蛮冲撞 金发妹却看准时机 打开大门 大傻扑了个空 脑袋撞到墙上 鲜血直流 金发妹趁她摔进浴缸 插上吹风筒 往水里丢去 一瞬间 大傻就被电成闪电侠 金发妹刚想逃跑 却被赶来的摄影师抓住 眼见形势危急 摄影师却突然倒下 金发妹回头一看 说个警察救下了她 警察说自己是黑手党的卧底 让金发妹带她找回磁带 金发妹见着人不对劲 路过警局却不停车 她夺走手铐 把卧底靠在车里 然而街道上布满了黑手党的眼线 金发妹一下车 就被人追着跑 卧底再次出现 救下了她 把眼线都甩之车后 两人达成共识 回到片场 找到了磁带 就在这时 一名黑手党抓住金发妹 并让卧底解决掉她 金发妹十分绝望 难道刚相信的人 真的是个坏蛋 卧底笑着摸了摸金发妹 便举起手枪 这时姐姐和姐夫赶到片场 他们以为卧底是坏人 打掉她的手枪 让金发妹赶紧逃走 她一出片场 就被黑手党重重包围 老大命令卧底干掉金发妹 卧底左右为难 只好举起手枪 老大看着卧底手上的磁带 满意地扭头离开 等到黑手党走后 金发妹却突然睁开眼睛 她拉开衣服 里面全是血带 原来这都是和卧底演的一出戏 就在众人开心团聚时 卧底突然有个疑问 为什么老大不来拿走磁带 就在这时 卧底就这样带着疑问 把刚抓住的黑手党靠上车 这时黑手党面露男色 不停嚎叫 金发妹定睛一看 黑手党的眼神和女演员遇害时的眼神一模一样 都是无比恐慌的眼神 金发妹让姐夫喊卧底下车 卧底听到后立马跳下了车 看来老大早已猜出卧底身份 想要顺带把磁带一起炸毁 真是好一出借刀杀人 但这一次恐怕黑手党再劫难逃了 这部《无声言正》是1995年的电影 全片下来毫无尿点 角色都很有智商 反转反转再反转 最后我也学到了新知识 这种人在极度恐慌时的眼神 是很难演出来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